今天就想拍一個美容產品的購物分享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也想說一說 我開了這個風扇正正對著我 所以我有機會經常眨眼 希望收音沒問題我帶了這個麥克風 這裡的產品大部份都是回購的 如果有看我美容開箱影片的朋友 都會看到很多時候回購再回購 見過很多次 不過我也照拍 因為有些新訂閱的朋友 可能沒見過 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 我有個箱子在這裡 因為我很少是in-store購物 通常都是網上購物 有個大箱在這裡 第一樣是這個Susado的化妝棉 超級好用 有了很多次 這個一包裡面有165張全棉 是一個很薄的棉 但又不會超級薄 因為有時候下眼妝的時候 如果太薄的時候很難下 所以這個厚度我覺得是非常適中的 而且不會太厚 會吸了很多眼唇卸妝液 或者下妝水 所以這個非常推介 其實我有很多包在這裡 這裡一包 兩包 三包 還有四包 如果你們還沒看我的Skin Care Routine的朋友 快點看 其實我已經知道我每一次下妝是用9張的 所以我用這些棉的程度 挺快的 用得到 還有有時候如果只是擦防曬的時候 都會只用這些棉去下 所以買好四包去後備 SK-II的產品 也是日本牌子的 哎呀 蓋子開了 就是這兩支的 一樣的 就是神仙水 我買了兩支 為什麼呢 開了就用這個 是同一款 一模一樣的 就是他們這個最大的尺寸 就是330ml的尺寸 是他們的神仙水最大的 是一個噴頭的設計 因為這些是每天都用的 所以我覺得買大尺寸會比較便宜 為什麼我會買兩支呢 是因為起初我在摩訟裡面買 有折扣 可能不知買滿多少錢 扣多少錢 類似那些 然後入貨買了一支 因為一支可以用很久 超過一年 之後就去Costco 誰知道他們都有 因為Costco有時候 他們不是長期有貨的 可能偶爾才會有 今晚有時候也有 我又不想回到網上的訂單 Costco的價錢非常划 比我用的價錢更便宜 我之前買第一支的時候 所以買了他們 因為始終這些都是每天用的 所以買好 backup也沒問題 這個神仙水 我當它好像toner一樣用 洗完臉之後 我就不用這些棉花 因為我覺得好像會浪費 因為這個神仙水比較貴 通常我噴兩下 然後會塗在臉上 噴在手上 很快 小心會漏 然後拍在臉上 還有頸 眼唇卸妝液 剛才說的化妝棉 不好意思 那些訂單亂了 因為我隨便放在盒子上 隨機講一下 最大尺寸的就是他們的lancome眼唇卸妝液 這個尺寸是400ml 都是那句 這些都是回購再回購 經常都會用到 所以買大尺寸比較貴 這個用之前要搖勻 因為它是有一個油 就是水油 用了超級多年 而且這個是非常好 不膩 而且不用怕它說是油 可能會生油脂粒 因為始終這些是下妝的產品 之後都會用洗臉膏去清潔 所以那些油 不會停留在眼睛 在臉上 唇上 所以不用擔心 而且這些眼唇卸妝液 是下得最乾淨的 因為有時候用水的時候 未必下到一些 很Waterproof的Mascara 未必下到 但這個什麼都下到 而且唇也是 有時候如果用很實的唇膏 這些全部下到 然後 也有三盒 是相同的 全部拿出來 就是Succedo的眼膜 第三盒在這裡 這個也是回購了很多次 就是非常好用 就是一盒好像十二張 十二雙 膚眼膜 眼底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幫助這個眼紋 不是複黑眼圈的 這個就是眼紋 暫時 我其實膚眼膜不是太常膚 我的意思是 比起面膜的時候 面膜我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但眼膜方面 其實我只在這一款 回購再回購 沒有發掘到另一款好用 如果你知道有什麼眼膜的推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Succedo這個牌子 我也很喜歡 我比較喜歡日本牌子 適合我的皮膚 比韓國 SK2 是不是只買了一盒 不是 買了兩盒 我印象中不會只買一盒 然後就是 哎呀 那個盒目 真的掉了出來 就是這個SK2的神仙水鏡面膜 也是回購了無數次 然後開給你看看 哎呀 這個SK2的面膜比較貴 所以我不是說經常敷 可能有什麼 可能要拍片 拍片之前會敷 我的意思是 可能拍片的前一天敷 有什麼重要日子 去什麼活動 都是那一晚之前敷 就是一包 裡面有很多精華 而且他的面膜紙 都比較厚 真是真材實料 而且他也是用他們這個 Toner 神仙水的液體 所以厚一點 這個面膜的液體 但是他們也是這個 Fatial treatment accent 也是同一個系列 也有其他面膜推介 可能心田藥妝 其他Sexy look 那些可以每天敷 但這一款 可能最多一個星期敷兩次 真的有些大日子 買了很多重複 就是這四支 我這個已經開了來用 在樓下 我也放了盒子 因為我怕我 這些是之後補購的 我記得是兩次不同賣的 因為我記得之後 好像只買了一支 之後有優惠 之後我買了三支 所以我就 放了這個盒子 同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 Skin Ceuticals B5 Gel 這個真的非常好用 每晚都會用的 這些產品 所以買很多 很水的 是B5 Gel 因為想有很好的皮膚 要記住水有平衡 不可以塗好很多霜 都要平衡 這些B5 Gel 這個牌子 也很出名 在美國這裡 市面上也有其他牌子 類似這些 其實B5 Gel 不一定要用這個牌子 但在美國這裡 容易買到這個牌子 所以我保持這樣回購 而且這個牌子 也是比較貴的 所以我也是等他們有折扣 才會買的 我記得我在Derm Store買 記得當時不知道八折還是怎樣 有點折扣 還是好像九折 忘記了 然後有Lapari Day Cream 有30度防曬 也是回購了很多次 這個開出來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的 一眼都用了非常久 這個Day Cream 我通常在化妝前塗 它已經有30度防曬 所以我通常塗了這些有防曬的Day Cream 我就不會再塗防曬 否則妝會很厚 通常我都是塗一些有防曬到數的Day Cream 再加上我的Foundation就夠了 用了非常久 這一眼 非常推介大家用這一眼 因為它的香味非常香 而且我感覺到 它的質地非常好 感覺可以當成一個Base 這個我發現已經開了來用 這個只是一個盒 就是這個Sucado Eye Cream 也回購了很多次 很多朋友都問 為什麼你沒有黑眼圈 有時候下妝之後 就是因為我用了這個Eye Cream 再加上睡眠 當然 但Eye Cream其實也有一點幫助 非常推介 Sucado White Lucent 這個Eye Cream 這個Eye Cream 是有美白的成分 因為它是Sucado的美白 Eye Cream一點也不乾 因為很多時候美白的產品都會非常乾 這個是完全不會的 而且也要記住 你們塗Eye Cream的時候 向眼頭方向打圈 這樣的黑眼圈才不會擴散 講一下這些小小的東西 這個應該是贈品 就是Lancome 這個 應該是剛才買眼唇卸妝液的時候送的 有這個小小的Cream 不詳細講 這些樣的Sample 然後有這支Dior的Lip Glow 這個是我非常喜歡用的唇色 就是這個 比較自然一點 就是這個淺粉紅色 這個顏色叫做Pink粉紅色 我可能再開大一點出來 這支就是 全新 因為我現在還在用一支 這個是回購了很多次 而且我現在也在用 我不知道有沒有凹凹 因為一邊說話的時候 也可能會一邊凹凹 我比較喜歡一些自然一點的顏色 而且我不是太喜歡塗 真的一些唇膏 因為感覺我講太多東西的時候 喉嚨會痛 如果我塗 帶紅唇 但這個Dior的Lip Glow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再加上可以給到一些唇色 不會好像欠一點東西 所以非常建議這個 如果想妝比較清淡一點 如果你化了眼妝 再塗到一個大唇 可能會太多 還有一些Sample在這裡 John Masters的 Argan Oil Sample 其實我還沒說John Masters 有個小小的可能用來塗 是不是用來塗頭髮 還是塗臉 因為John Masters他們都有推出這個面霧產品 再研究一下 說起John Masters 這個洗頭水 我其實有三支 放在後面 這個洗頭水非常非常非常推介大家 也回購了無數無數多次 這個洗頭水要認住 它有寫著scalp這個字 這個洗頭水是什麼 其實是深層清潔頭皮的洗頭水 跟平時的洗頭水是不同的 因為這個是特意寫著scalp這個字 因為是清潔頭皮的 其實好像一個面膜 深層清潔面膜 有時候用Shampoo 可能有些在頭皮上 可以用這一類型的洗頭水去清潔 而且它有薄荷味的感覺 所以你洗完頭之後 會感覺到頭皮有薄荷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 建議這個不適合每天使用 因為始終是深層清潔的洗頭水 建議最多最多最多 最多可能三次 但也可能太多 可能兩次最多 但建議如果普通的時候 可能一兩次 一個星期就OK 都回購了好幾次 就是這個Chanel的lip balm 這個很漂亮 他們的包裝 這個lip balm其實非常貴 但我不斷回購 不知為什麼 因為它又不是特別好用 但又不是不好用 因為平時我如果之前 還沒買這個之前 我用開范士林 但後來有時候用得多范士林 可能不知為什麼 聽說很多范士林 是石油產品 吃下去身體不太好 用了Chanel的lip balm之後 發現挺好用的 都OK 不會有時候用一些潤唇膏 會覺得太潤 反而唇部 會起一些死皮 有點奇怪 但這個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而且有時候 可能塗得太多的時候 不只會吃到 可能會在喉嚨 因為我的唇 這個位置 比較敏感一點 所以如果有什麼吃到 會感覺到很不舒服 喉嚨 我的唇也可能會敏感 我是唇會敏感的人 這個很舒服 沒什麼大問題 所以繼續買 而且可能用真正的lip balm 會比較好過用范士林 最後一件大的產品 這個我記得是免費的 就是John Masters 一個維他命C面部產品 是一個serum 我記得是買滿多少錢 送的那些 我很少用John Masters的護膚品 我記得我之前也有用過他們的toner 但也沒什麼特別的comment 再試一下 最後 也是一些小小的sample 也不是太講 這些小小 還有這一枝Skincutical 剛才我買了四枝 我這條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喜歡 還有不好意思 我感覺好像這條影片 講得比較急一點點 如果有什麼產品 你們都用過的話 在這條影片裡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看你們的感覺 可能的review 是不是和我一樣的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微博小紅書 好了 Bye Bye